台湾的工程公司 今天來聊台灣的工程公司 是同版概念股 且連續19年配股 看影片前請先幫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想當的狀態一定要開啟這樣子 乘在第一時間接收通知 現在就立刻進入正題 今天是回應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 中工 公司簡介 中工 全名為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50年 是原屬於經濟部的國營事業 原名為資源委員會機械修運處 以接收行政院前物資供應局 所屬重機械廠、高雄辦事處、 車務處及男子修車廠等四個單位組成 主要業務為重機械修理與車輛運輸 1951年增加土木工程、建築工程等業務 並改組為資源委員會機械工程處 1952年公司改立屬於經濟部 且更名為經濟部機械工程處 1959年為了爭取國外的業務 又改組為 中華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在1967年再次更名為縣民 沿用至今 並於1993年掛牌上市 後成功轉型為民營企業 目前為微經總部集團的民營股票上市公司 主要業務為營造工程、建設開發、都市更新、工業區開發等 體質檢視 中工的負債比例是53.63% 標準是要低於50%以下 從財報上來看 短期借款是33.13億 佔8% 有擔保借款是銀行借款 以及有無擔保借款是信用額度借款 再來長期借款是31.51億 佔7% 這邊都是銀行借款 應付短期票券是19.3而已 佔了5% 是國際票券及台灣票券 系屬安泰銀行的連貸案 以張斌工業期支限息 及輪委兩區為擔保品 以及中工已轉投資的上市櫃股票 付買回債券所支付的款項 應付佔款是39.62億 佔9% 這個是屬於建造合約之應付工程保留款 所支付的金額 應付代辦公約區開發款項是19.45億 佔了5% 四日開發立則在開發工業區 雲林科技工業區 及其他一般工業區的代辦款項 在銷售土地後會再回收金額 合約負債是23.29億 佔了5% 這部分是應付合約款 不動產銷售 勞務銷售 所必須支付的款項 長期借款 短期借款 應付短期票券 等等的負債 都是支付工程款 工程履約保證金 中工市工程、建設、土地開發公司 都是先需要支付龐大的資金 待售後或完工才能回收資金 才會造成中工的負債比例偏高 所以只要有獲利跟上 高負債是可以不用擔心的 中工的董監市股票值壓比例是 63.51% 這部分是偏高的 股票值壓是大股東很常見的一種借錢手段 但用融資就可以借到錢了 為什麼還要用股票值壓呢 原因就在於 股票值壓比融資好太多了 股票值壓的利息比較低 借款的天數也比較長 相較於大股東壓力是比較小的 這就是股票值壓的好處 股票值壓很多大老闆都很愛用 像是鴻海的郭台銘 國具的陳太明等 而這兩家公司之前的影片都有介紹過了 可以再去看一下 前面有提到 中工是工程建設公司 都是先需要支付龐大的資金 也就是利用高槓桿來造就獲利 股票值壓這部分 一樣也看中工營收獲利有沒有跟上 獲利人力 中工從1993年上市以後 前幾年的獲利是很不穩定的 但從2001年以後 獲利是比較穩定一點 是連續20年都賺錢的 是一間很妙的公司 可以每一年都賺錢 但EPS從來沒有超過一元以上 但又不會虧錢是真的蠻厲害的 來看一下中工去年2020年的表現 第三季營業收入是34.21億 比起去年同期的31.55億 是成長了8.4% 稅後淨率是1.26億 比起全年同期的0.18億 是成長了將近7倍 是成長了685% EPS是0.08億 2020年前三季 累計營業收入是96.9億 比起全年同期的92.11億 是成長了5% 最後淨率是3.97億 比起全年同期的2.08億 是成長了90% 前三季累計EPS是0.26元 光前三季的獲利已經超越2019年一整年的獲利了 鼓勵政策 連續19年配發鼓勵 發出4.21元 發出28次鼓勵 合計發出21.5元 中工鼓勵近10年發放是很穩定的 近5年都有發放現金鼓勵將近0.2元的水準 去年2020年也是配發現金鼓勵0.2元 配息率是100% 股價評估 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價格只是個人認為的價格 沒有任何推薦個股及買賣的建議 中工的便宜價為6元 合理價為7元 昂貴價為8元 中工成立至今已經70年了 是老牌的公司 要持有它不妨可以把時間拉長做波段操作 近15年每一年的相對低點都有出現便宜價6字頭 除了在2013年沒有出現 而每一年的相對高點都有出現昂貴價8字頭 除了在2016年沒有出現以外 操作策略就是耐心等待便宜價出現後分批買進 在昂貴價出現以後分批賣出 昂貴價還沒有出現以前就領它的股息 在今年2021年是還沒有出現便宜價的 而如果一直沒有出現便宜價呢 就買別檔吧 台股這麼多家 何必執著於它呢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如果喜歡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下部影片見 掰掰 下部影片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